我首先要先感謝一下我們這次來到台灣做交流的這些歐盟的專家學者 然後也要非常感謝今天在現場等一下會幫忙中翻音音翻中 或者是翻成亂七八糟的這些夥伴跟志工 那我首先要先來打一下書 這個其實我們今天早上才開過記者會 就是關於這一本Face聯盟出版執行然後採訪然後出版的這一本隱形的吶喊 那它裡頭收錄了十位被害人家屬 其實是七位被害人家屬以及三位加害者親友的訪談 那我們做就是可以完成這本書其實真的要非常感謝一些人 包括在座的林律師就是台中飯堡主委林坤賢律師 那我有跟他講他也受訪了 然後他也很直言不回的講了一些飯堡制度上他的想法 那我告訴他我們有今天會到台中來做這樣子一場發表 然後我邀請了他 但是他現在坐在這邊我又有點害怕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現在早上開完記者會之後呢 我就已經有這個心理準備說這本書出去一定會被罵 那因為當中會對於現行台灣的犯罪被害保護制度 有一些批評跟建議 那但是我們已經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但是我們希望台灣的這個制度可以更好 所以我們也不怕罵 那另外呢今天早上跟我們一起出席記者會的 包括王維君還有林作義兩位被害者家屬 那麼那個王維君 維君姐 他其實也做好心理準備會被罵 因為有一些人會覺得被害人不是應該就要反對FACE嗎 要支持實行 那麼為什麼你還要跟FACE聯盟 還要跟FACE派的孤立雄 這個是媒體說的FACE派的孤立雄一起開記者會 那所以這個維君姐他也做好心理準備 等著那個網友要來留言罵他 但是我們想要講的是說不管要不要廢除死刑 我覺得死刑這個議題是大家可以一起來討論的 就像今天現場有一些朋友他其實是對死刑這個制度是有有興趣的 不管你是支持或反對 但是我們鼓勵大家多了解好不好 多了解你才會知道你支持的是什麼東西 以及你反對的是什麼東西 那我要講的是說廢除死刑跟被害人要不要保護 這是兩個不衝突的事情 跟犯罪被害保護協會 那我想當中我們還是希望說可以更精進 尤其是我們在看到其他國家的例子 像歐洲的一些國家已經廢除死刑 那難道他們的被害人就沒有其他東西可以保護他們嗎 似乎也不是這樣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今天要邀請這個歐洲代表歐盟的燕尼卡女士 來跟我們分享歐洲歐盟是怎麼做的 然後他等一下會介紹一個歐盟的被害人權利指令 他等於是一個希望歐盟國家要遵守的一些原則跟基礎 然後這樣子的指令他其實是一個最低標準 最低最低的標準 如果你的這個國家要做被害人的保護 你必須要follow這些基本的要件 那所以等一下燕尼卡女士她會花多一點時間 來跟我們介紹這樣子的歐盟的這個制度 然後另外呢我們的語談人李軒一律師 她是台中職業的律師 那我想大家有上PTT版應該都很認識她 或者是有看那個電視新聞都應該也認識她了 但是她現在已經死會了 然後 那麼為什麼邀請那個軒逸呢 其實軒逸的外婆她也是被害人 因為遭遇到一場這個機車搶劫 然後後來不幸上升 那我們在這個書裡頭也訪問了軒逸 還有軒逸的媽媽 那他們跟我們分享他們的想法 那所以就是這本書裡面有十個故事 那我們也希望這本書不要就是好像太煽情 或者是大家就看看故事就算了 所以我們在裡頭也做了台灣的犯罪被害保護制度的介紹 包括訪問林律師 然後包括我們收錄盧應傑教授的一篇文章 她在平息台灣的這個犯保制度 犯保法 然後我們也介紹了美國兩個犯罪被害人保護團體 以及歐洲 德國的一個犯罪被害保護團體叫白環 那這個是讓我們自己國內可以做參考 然後後面我們也收錄了一些相關的書籍 這個文本或者是參考資料 然後以及被害保護的資源網絡 就是萬一不幸有需要這樣子的資訊的時候 萬一我們遇害的時候 我們知道可以去哪裡找到資訊 那當然犯保的資訊會在裡頭 然後也附了犯罪被害保護法 現行的法令在裡頭 讓大家參考 好 然後短短的這個工商服務 我們的定價是250塊 今天折五 冷罷就好 而且裡頭有50塊 我們要捐給哲學星期五 台中折五 好不好 好 那所以我們今天有帶應該是20本書 賣完就沒有 賣完就是原價了 250 好 那我現在先把時間給那個葉民凱 請她開始介紹那個歐洲的這個制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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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先想說 我今天想說 是一個很幸福 今天非常高興可以來到這個充滿陽光的台中 也非常高興看到今天這麼多人來關心有關於被害者的權益 Between my stay in Taiwan, I've heard very often an assumption that what victims need and what victims want is the possibly highest penalty capital punishment for the offenders like if that would be something that would bring satisfaction to victims 那我在台灣的期間我蠻常聽到就是說 好像很多人認為被害者最想要得到的就是 加害者得到最嚴厲的刑罰就是死刑 好像這個事情會帶來給被害者一個滿足感 In fact, victims have a wide variety of needs Victims need first of all to be recognized and to be treated with dignity and with respect 那其實被害者他們有非常多面向的需求 那其實最重要的需求就是他們必須要被理解 那另外也是他們必須要受到尊嚴的對待 This is what all victims needs and then every victim is a different person Every victim is an individual and should be treated as such Every victim should be treated in accordance with his or her individual needs 那其實所有的被害人他都是需要這樣子的被理解 需要這樣被尊嚴對待 那另外就是每一個被害者都是不同的 他們的需求也都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也必須針對他們不同的需求來支持他們 所以我們也必須針對他們不同的需求來支持他們 We have a new legislation in place and we have several actions that take place at the level of European Union that aim at defending victims' rights and today I would like to talk to you about how we protect victims' rights in European Union 那被害者的權益跟如何保護被害者的權益 在歐盟現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那我們其實歐盟過去已經有立了幾項法律 那我今天就是來跟大家討論說 在歐盟層級上我們如何保障被害者的權益 OK, so in the European Union We have a variety of...I have the...I have the...I...I have the...I...re operating I can change it for you because you don't understand I don't understand it, but I think that it's more important that other people understand it No, but I can change it for you OK, for me? Yeah, yeah Oh, that would be... Yes OK, so... 如你所知,英文是28州民主党 所以我们有非常不同的领域的保护的状态 和不同的法律的法律 但所有国家都决定了 很重要的保护的状态 那些状态得到最基本的领域的领域 随着在英国的状态的状态 或随着在英国的状态的状态 因此我们在英国的状态 有几个法律的状态 最重要的是 一个平坦的状态 对状态的状态 大家应该知道 欧盟总共有28个会员国 那每个会员国当然他们都有不同的 自己的司法的体系 那针对于被害人权益的保障 也有不同程度的保障 那可是其实所有的会员国都认知到 被害者保护的重要性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决定说 在欧盟层级去立几个法 然后去规范最低的每个会员国 都应该遵守的最低的限度 那首先我想要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这个被害者的权益指令 那被害者前一课 传逐游区认证 这年来到网友的合法 它预设了 减少的权益 和明确的职业 的决定 它们主要的目标是 被害者 政府要得到认识 在相恋的 与福利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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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和非歧视的态度来对害人 但在英国的犯罪行专业 专业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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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指令的范围 范围非常广 任何在欧盟境内所发生的犯罪行为 或甚至是在欧盟境内所进行的刑事诉讼的程序 被害者都是适用于这个指令的 举例来说如果今天在台湾发生了一个犯罪案件 可是最后它这个刑事诉讼是在欧盟的一个会员国里面来发生的话 这个案件的被害者它同样适用于欧盟的这个被害人的这个权益制定 It applies to all victims and to all crimes Even if someone does not have a regulated resident status The victim's rights will apply So it applies even for undocumented migrants Independently of the victim's nationality 那这个指令适用于在欧盟境内的所有的犯罪 那跟所有的被害人 那就算这个被害人 他其实是所谓的比如说非法移民 他在欧盟并没有这个非法的 并没有合法的拘留选 他同样是 只要他是被害者 他同样适用于这个被害者保护指令 Now who is the victim? Here again the definition of a victim has a very wide scope It applies to any natural person who has suffered harm And that can be any type of harm That can be economical harm That can be physical harm psychological even emotional That was directly caused by a criminal offence It applies also to all family members of victims who died as a result of a crime 那什么是这个受害被害人的定音是什么呢 那其实这个范围也相当广泛 那主要我们这边在讲的是说 任何这个自然人 任何个人他受到这个犯罪的这个直接的影响 那这个影响有可能是经济上面的 有可能是生理上面的 有可能是生理上面的 甚至有可能是心理上面的 不管是任何的影响 他都是被视为是被害人 那同时如果这个被害人 他因为这个犯罪行为和丧失生命 他的这个亲戚呢 他的亲人 也会被视为是被害人 Now I would like to tell you a few words about the content of the EU rules on victim's rights I will not tell you about all the rights under the EU rules because there are many and there are very detailed I will just tell you about several major most important rights 那我现在也跟大家介绍 就是这个内容 这个指令里面的内容 那我不会跟大家讲到 这个所有的这个被害者 才赢得的权利 因为其实真的是相当多 那我会跟大家提及 这个主要他们应得的权利 One of such rights is a right to information 那第一个的权利就是 有获得资讯的权利 And this is actually a right to a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那其实这是一个获得有效沟通的权利 It includes a right to understand and to be understood which in practice means that if a victim is a child the person who speaks to victim must use the language that the child will understand or if a person is deaf the information must be provided also in a way will be well communicated according to the person's needs 那这个主要权利的意思就是说 被害者他有权利理解而且被理解 那如果举实力来讲的话 比如说如果被害者是一个小孩子的话 那他就必须 就当局必须要用小孩子可以理解的方式 来跟小孩子沟通 或者如果被害者是盲人 或者是聆雅的人士的话 也必须用他们可以懂的方式 来跟被害者沟通 Victims have a right to receive a wide range of information and that is from the very first contact with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they do not necessarily need to report the crime the offender not necessarily may be found they even don't need to participate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to benefit from the right to information 那被害者他们有获得资讯的权利 那他们这个权利就是在他们举报这个犯罪的 这个第一时间就可以开始获得这个资讯的权利 那其实他们甚至不需要去提出告诉 或甚至加害者也不需要被抓到 这些被害者他们都有有权利 可以得到这样相关的资讯 Victims must be informed about their rights as victims they must be informed about where they can go to receive help and support they also may be informed about criminal proceedings different stages and what is going on once the criminal proceeding starts if they want to receive such rights if they want to receive such information 那被害者他们必须要被告知他们有什么样子的权利 那他们也必须被告知他们可以从哪里得到不同的支持 那同时他们也必须被告知这个刑事诉讼的这个程序的过程 那如果只要他们希望知道他们都必须要可以得到这些资讯 If victims do not understand or do not speak the language of the place where the crime happened they have a right to interpretation and to translation and this is not limited to the languag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那如果被害者他不懂当地的语言 那他们也必须获得这个翻译的这个权利 而这个翻译的语言不限于欧盟的语言 If a Taiwanese person becomes a victim in one of the EU countries this person has a right to receive information in a language that this person understands If the person understands English that may be English If the person understands Chinese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must find a person who will enable such a communication 那如果今天是一位台湾人他在这个欧盟境内受害于一个犯罪 那他就有权利可以得到他懂的语言的这个翻译 如果他懂英文的话当然英文翻译就可以 可是如果他只懂中文的话 那当局必须要有责任要找到一位中文人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成分就是说被害者他们有权利获得协助 那受害者他们有权利得到一般性的协助或者是特殊性的协助 那受害者他们有权利得到一般性的协助或者是特殊性的协助 那欧盟的这个法律并没有讲说这个会员国他们必须要怎么样去组织这样子的这个资源的系统 不过欧盟的法律很明白地指出会员国有责任不管他们是怎么组织起来的 有责任要提供所有的被害人相关的协助 那被害者他们在这些协助的服务当中 他们应该可以得到比如说情绪上的协助或者是这个心理上的协助 甚至有时候他们就是需要有个地方可以暂时的避难或者是可以在那边住 因为有时候他们是家暴的这个受害者 我现在也有点说要说了点关于网友的网友的网友的网友 在网友的网友的网友的网友 这些网友不会完全的同样在每个国家 EE rules都能寶导善建论基本上了 所有网友的网友都需要 您的网友的网友商冑友的网友 那我現在想要跟大家談有關於這個受害人權力指令在刑事訴訟的程序的部分 那歐盟的這個指令它並沒有非常的細節地去講說 會員國它的刑事訴訟程序應該要怎麼樣 不過它有定出一些目標 那這個會員國他們必須要將他們的刑事訴訟程序修到說是有符合這些目標的 那被害者在所有的刑事訴訟程序呢他們都有權利被聽到 那也有權利得到這個法律服務的資源就是像法服務這樣子的資源 那也有權利可以得到這個賠償的金額 那被害者他們也有權利去檢視不起訴的這個決定 另一個很重要的法律 under EU的法律是 是一個法律服務的研究是 一個法律服務的研究是 一個很重要的法律 因為這法律服務的法律服務 都適合所有人的刑事 那另外一個在此裡面很重要的一個規定就是 每一位被害者他們都有權利得到這個個人的 或是個人性的這個評估 那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這個在此裡面其實並沒有去對被害者做分類 那所以這個規定有這樣的規定可以讓所有的被害者 他們都可以得到他們應得的這個權利的保護 那每一個受害者他們都不一樣的 那每一個受害者都有不同的需求 那其實不同類型的這個犯罪也會造成不同類型的這個需求 譬如說一位家暴的這個受害者 跟一位近親被謀殺的這個受害者 他們的需求就會非常不一樣 每一位受害者當然都是脆弱的 那可是其實有一些被害者他們的確是更為脆弱 那這個一開始的這個個人評估 他可以在第一時間就可以察覺說哪一些被害者他們其實是更為脆弱 更需要更多的幫助 那也因為這些個人評估去給予他這個個人的需求 受害者就要是安全的 被害者們這個判斤 被害者和判斃 被害者們的犯罪 甚至不一定有的發展 被害者當然是一定要從嫁害者的手中被保護 包括不讓嫁害者可以繼續的去恐嚇被害者 可是同時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被害者也同時應該要被從行事訴訟的過程裡面去保護他 因為常常在行事訴訟的過程裡面 或許不是故意的 可是常常會發生二次傷害的事情 所以特別的關鍵是給了一些關鍵的關鍵 但每個關鍵都會有自身的關鍵 在這方面我們要考慮一些關鍵 這些是被害者的關鍵 類似或性格的犯罪 以及犯罪的關鍵 我們在做個人評估的時候當然會納入很多考量 我們特別會把被害者的人格的一些個人的特質 然後罪行的種類跟性質 還有犯罪的狀況都納入評估的考量裡面 那一旦我們了解了這個被害者的需求的時候我們才可以給他更好的保護跟協助 因為這些保護跟協助是針對他們個人的需求 而按照英國的法律 每個人都會有任何特質的關鍵 孩子們都會有任何特質的關鍵 例如 孩子們可能會被訪問 audiovisually 那當然所有的被害人都可以獲得一般保護的措施,這是他們的權利,可是針對一些特殊的需求我們就可以有特殊的需求。 譬如說在兒童上面,如果他們是受害者的話,他們的證詞其實可以在法院外來錄音或錄影,那他們的證詞就可以在法院成為證據,他們本人並不需要在法院出體。 那當然,如果發現有非常脆弱的受害者,我們也可以針對他的需求來改變行事訴訟的方式。 那我現在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對於這個被害者權利指令在歐洲歐盟裡面可以有什麼樣的期待。 那歐盟的受害者權利指令是一個非常具有野心的一個法律,那我們對他有非常高的期待。 首先,我們希望我們有新的法律在設計上。 那這些法律必須是在法律。 我們有可能性能夠保護,這些法律是在法律。 但這就是最重要的,這就是最終的目標的新的法律, 是在法律中,是在法律中的態度,會改變。 而且,最後,每個人在接觸者的接觸者,會把他們的尊重和尊重。 那這套法律,它現在已經在被執行當中。 那歐盟也有一套機制是可以確保這個法律會在所有的會員國裡面被執行。 那可是其實最終的我們的目標呢,是希望說,就是在歐盟, 所有的人對於被害者上的這個基本的態度,會有改變。 我們也希望藉著這個態度的改變,在未來所有的刑事訴訟的過程裡面,被害者都是被放在最中心。 și立法E盟、避到歐盟等。 E rules on the new rules on victims and in general better protection of victims is good for the government In fact one of the main major problems today is a serious under reporting of crimes and it happens because victims don't want to report crimes because they are afraid they are afraid of the perpetrator and they are afraid of criminal proceedings 那這個指令它不但對於受害者或他們的家屬是有利的 其實它對於歐洲政府跟整個歐盟來講也是整體來講也是有利的 那其實歐盟現在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很多的犯罪其實是沒有被舉報的 那在這一個被害者不敢舉報的原因 其實第一個他們是害怕加害者 那另外一個他們其實也是害怕整個刑事訴訟的過程 If we manage to take this fear away, there will be a better reporting of crimes So we will live in a better, safer societies So the better protection of victims is good for the governments because it increases public trust in judicial systems It's also good for the whole societies because eventually it will increase security 那如果我們可以把這個被害者對這樣的恐懼拿掉的話 那這個會提高我們的這個報案率 那同時也會提高我們的這個治安 提升我們的治安 那這對不管是整體歐盟的社會或是政府都是有好處的 Unfortunately, before we achieve this victims' rights nirvana we still have some challenges ahead of us 那當然也很不幸的,我們的確還是有一些挑戰必須要克服 At the moment still not all EU countries have transposed the EU rules on victims' rights 那還是沒有所有的會員國都已經把這個指令國內法化 So right now the biggest challenge is on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because it's not enough to have beautiful legislation in place This legislation must be also applied in practice 那我們現在最大的挑戰就是要讓會員國趕快的把這些相關的規定 國內法化 因為我們若只是立一個很漂亮的法律 那是沒有用的 最重要的還是要讓這個法律可以在實際的實施 So it's not enough that the EU countries will amend their national criminal code proceedings They also need to establish supporting measures that will make sure that the new rights are actually applied in practice They must organize trainings for all people who come into contact with victims And they must also work hard on establishing a well-functioning structure of victim support services 那他們會員國不只是說要把這些法律納入他們這個行事訴訟的過程裡面 那他們當然還要譬如說訓練所有有可能跟被害人接觸的人員 那必須提供他們這個適當的訓練 也必須建立起一套符合這個指令的一個被害人支撐的這個服務 The EU countries work very hard to achieve this objective For instance, last month they have established a European network on victims' rights which regroups national officials from every country who is responsible for victims' rights And they will meet twice per year to discuss important issues related to victims' rights And they will help each other wi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European rules 那其實會員國他們還是相當努力啦 譬如說他們這個會員國他們已經成立了一個這個歐洲被害者的這個一個網絡 那這個網絡它是由28個會員國主管這個被害者的這個官員他們所組成的 那他們每年定期兩次的聚會 那討論的又是如何的來讓被害者的權力保護可以有更多的進步 In Europe we also have very strong victim support organization Civil Society,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One of such organizations, the biggest one is Victim Support Europe 那在歐洲也有相當多這個有關於被害者權力的這個非政府組織 那其中一個最大的就是這個歐洲被害者支持團體 They regroup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from 26 European countries And they support the victim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in various ways And they also have made this little film which I would like to show you now It's about victims' rights in Europe 那他們是聯合了這個26個會員國的這個被害者保護的這個組織 那他們同時也製造了一個小短片 那我現在希望可以拍給你們 來,要不要鼓掌 你直接用咖啡弄好 你這樣還是拋空 好 好 好 犯罪是一个大问题。在欧洲, 75亿人变成一个状态的状态每年一年。 一在三女人被判断被刺激或被刺激。 二亿孩子被刺激每年一年, 一亿人被刺激,被刺激,被刺激或被刺激。 这些刺激可能有深深深深深的影响和体质的影响, 影响我们的幸福和我们的经济。 虽然有多大事件在禁止的状态, 太少了是准备的影响在其中一切, 而且在很多次数据更糟糕的状态, 我们社会和公司相对于此之后。 判断不是有关情感受的情感的专门人们应该坐在招待的废护的废护的废护的罗nt 判断人们从小伙计地团扰对他们的状态当中则是判断的 很多人需要重新述这个课程中判断的故事很多人们的判断 判断人们判断和判断者的判断 也有很多判断的判断判断人们会对他们的判断出了 判断人们以很多问题面相遇的 但他們身上有法有更好的治療 給被負責的時代是重要的 我們這些負責有關 隱藏法審議會有關於是 合法審議會選擇 保護負責與期益 攻擊 你也可以去選擇 去負責 每個國家在英國 未實行人口 在中央的澳大会 这意味着警察必须要在与他们的敠感 和他们的关系和重复的考虑 他们必须要被保护更多的伤害 和病毒的伤害 因为他们要去和公司的事件 他们必须有接受信息的支持 帮助他们处理他们和犯的犯罪 和给他们的帮助 任何需要需要 警察必须有机会 甚至如果他们谈到许语外谓 而他们必须得到购买的购乱 《Victim Support Europe》是一个公司公司 专门工作专门工作专门 专门工作专门工作专门 我们专门专门专门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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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门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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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 请订阅我们的网站,订阅您的利益,订阅您的利益, 并继续建设一个更明显的未来, 为犯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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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订阅我们的网站,订阅您的利益, 非常感谢燕妮卡的分享,我想从她,就是刚刚那个计划听起来非常的完美, 她刚刚用了一个Nirvana来形容,就是一个疾,这个叫怎么翻译? 就是犯罪被害保护制度的天堂,这样子,那我想要稍微回应一下, 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指令,欧盟的这个指令,让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是说, 它有注意到每一个被害者的独特性,那他们并不是像,如果以台湾来说的话, 台湾的性侵害,然后家暴案件,有另外一套,有一套机制,那那一套机制是, 就是妇女团体多年来一直推动,然后让我们的性侵跟家暴的这个机制, 例如说,大家现在都知道,连三岁小孩都知道,可以打113,对不对? 然后呢,打了113,就会有社工来接,然后可以通报,马上那个警察就会来,等等的这些一套的,这个113, 像这样子的保护机制,这样的通报机制是目前,台湾我觉得就犯罪被害者保护的一环来说, 算是做得比较,怎么说,完整一点,那但是相较于其他类型的犯罪事件的被害者来说, 例如车祸案件,例如凶杀案件,例如遭到这个攻击重伤,等等,你试着想象一下就好了,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如果我今天被性侵或者是被家暴,我还知道我至少可以打113,或打110, 或者说我去医院验伤,这个医院的医师或社工或护士,他就有这个通报的义务,他一定要通报我这个个案, 可是如果我今天是其他类型案件的被害者,就是你们今天来这里之前,你会知道你要怎么办吗? 你会知道我除了找警察之外,我接下来可以做什么吗?我自己就是我没有接触那个饭饱之前,我真的不知道我除了叫警察,我还可以做什么,我还可以怎么办? 那所以我觉得欧洲的这个机制给我们了一些提醒,要去注意这个个别的这个类型,个别的评估,那个每一个被害者的需求, 那如同我们在这个书里面访谈的一些被害者家属,你也会发现他们的需求不一样,就是不是每个人都,也许不是每个人都需要金钱补偿, 也许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所谓的心理资商或心理辅导这样子的需求,那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让一个台湾的这个饭饱制度可以去真的照顾到需要被照顾的人,我觉得这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 然后他最后有提到说,透过这样子指令的执行,希望可以达到一些目标,就是包括说,改变社会上每一个人对于被害者的这个态度, 例如说,对他们可以更有尊严的对待他们,更有更尊重他们,身为一个被害者。 那我讲这个东西,其实听起来,我想在座各位都是很支持被害者的权利。 那我讲这个东西,要回应的是说,我们接触到有一些被害者家属,他受媒体采访,或者是他出来讲个什么话,现在网路也蛮可怕。 你就可以在下面那个新闻留言看到,很多人就开始出来骂,骂什么,不是骂费死欸,骂费死是很正常的事情,对不对? 费死的新闻出来,下面没有人骂才奇怪嘛。 那可是被害人的报道出来之后,下面竟然还会有人,就是在那边谩骂喔。 那每一个被害者家属,或者说每一个被害的家庭,他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为什么会有跟这个我们旁观者不同的想法? 这个是我们很没有立场去制作的,我只是想要提醒这一点啦。 那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是说,当这样子以被害人为主体,以被害人的需求为思维,来推动的这个饭饱的机制, 他其实真的可以同时增加我们人民对于司法的信任程度。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现在每当讲到,每当有这个犯罪事件发生, 大家就会喊说好事好事,然后那个就是费死要负责,然后为什么不能把他执行死刑。 为什么到最后我们对于被害人的保护只剩下这样子? 那我们应该去反思说,是不是因为我们其他的机制没有办法符合, 或者说没有办法满足被害人的需求,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支持他了。 所以我们最后,不是有一句话说穷的只剩下钱吗? 那我们最后呢贩饱制度会变成这个整个社会对于被害人的支持, 穷的只剩下骂费死。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不乐,不是说不要大家来骂费死啊,就是我们也没有办法阻止大家来骂。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关心被害人,然后关心这个议题, 希望这个制度可以往前再推进的话,那就是真的要,你知道吗? 你只要花一天时间去饭饱做一下,你就知道他们处理的这个, 如果真的很关心被害者的话,去饭饱做志工,对不对? 然后有一些法律系学生,等一下还有社工系的学生, 顺便帮你做广告。如果真的很关心,我们下去做,一起做。 你就会发现,嗯,对,做事比较重要。 好,那接下来呢,我要把时间交给宣毅。 那宣毅今天,我不知道他是要用律师的身份, 还是要用被害者家属的身份,还是什么,我不知道。 但是我想他的分享,一定也非常的有启发性。 那我有,嗯,你大概多少? 你大概哦,我们希望可以,九点结束嘛,对不对? 好,那我就尽量讲。大家好,我是。 那留一些时间给大家问问你。 我是理权益律师,然后,又不是因为我不想念比较多书, 还是我不想懂什么事情,所以坐在这边。 是因为你要耍。 因为有一些经验,那尤其是,在现场有很多前辈, 律师前辈,然后有很多社会工作的前辈在。 所以只是一个经验的分享,这样子。 那今天,非常的开心,就是说,台湾有一个,尤其是台中, 跟那个EU跟欧盟有一个交流,可以得到这样的讯息。 那对于我来讲,这是一个,真的是Levana, 就是真的是一个天堂。 我有一个多重的身份,就是我小时候是犯罪被害者的家属, 因为我的外婆是在街上碰到强盗,死去的。 那后来我变成律师。 那可是我的律师的职业经验比较奇怪, 就是,其实很多律师都是当被告的辩护人。 可是我好像当高速代理的人的机会比较多。 那因此我才还有更多机会认识那个, 对啊,李贵贤理事长。 那因为,因为站在这个被害人这个地方, 看到比较多事情,所以, 事实上,我看到EU在欧盟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介绍的时候是很,很震撼的。 今天好像还有这个,庭上,就是有这个, 在司法系统的诊官来。 那我们必须讲说,过去的司法系统, 因为我们国家资源有限嘛, 所以过去的司法系统它要追求的目的就是, 有一个人做了坏事。 那我这个检察官或我这个法官我要做的事情是, 我要确定这个坏人该不该被关起来, 然后他要被关多久。 所以他的核心目的就是这个样子。 那同时,刑事失踪法制度, 就是为了要确保他不会关错人。 所以他要授予被告有很多权限。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说, 一个被害人出现的时候, 他在警察那边要讲一遍。 他碰到检察官要讲两遍。 然后他碰到法官要再讲三遍。 不好意思,判决之后还可以上诉。 到二审, 还有可能再来讲第四遍。 到最高法院,如果又发毁了, 是不是有可能再来讲第五遍。 到底法院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我必须要讲说, 其实做不管法官、检察官或者律师, 司法工作是一个非常, 要接受很大负面能量的一个工作。 那所以如果你不够坚强, 你从来没有受过任何训练, 你是一个突然就变成被害者 或被害者家属的人, 你要进到那个司法程序, 那个折磨的。 你光看到那个船票, 你这个礼拜就大概吃不饱, 吃不下饭,睡不着。 然后你要去回忆, 你当初受害的那个过程。 然后更有可能的事情是, 因为你是不利于被告的证人, 有可能在交互结婚的时候, 律师要挑战你。 所以我刚刚看到一个图, 就有一个女生穿得很漂亮, 一个美女, 然后她坐在那边要报案, 然后两个警察, 然后在幻想说, 你怎么穿那么少呢? 这个时候相同的事情, 有些发生在地检署, 有些发生在法院里面, 一个被害人他还被挑战。 因为我们的刑事诉讼法, 持续在发展的时候, 因为它的历史脉络是根据, 要去确认被告的权利, 有没有被伤害。 所以事实上, 被害者的权利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制度里面, 过往是非常非常非常没有被在意到的。 他根本就没有角色。 一般的民众可能会很激烊, 怎么会没有角色? 对,没有角色。 你真正的主角是谁? 是帮你起诉的那个检察官。 在检察官起诉之后, 你就是配角, 你就是坐在旁边, 你有时候帮忙证明, 你有时候可以发表一些意见, 可是你就是配角。 那这件事情, 对一般民众来讲, 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公民教育里面, 没有很清楚地说明, 我们刑事诉讼制度的程序。 所以大部分的民众在看报纸的时候, 他不会了解这件事情。 所以往往也会对于检察官, 对于律师或对于法官, 有很大的误解。 所以今天我们发现说, 有一套法律是跳出来去针对, 以被害者为主体, 然后其中的刑事诉讼法里面, 是以被害者为主角来关心。 这是太关键的一件事情。 回过头来我要讲, 那台, 台湾现在的状况, 事实上确实像, 这个, 理事长在我前面是在压力很大。 我, 为了这一件, 为了这本书, 然后要交换这个意见, 我们特别对饭饱做了研究。 所以我还有一个自信说, 台中的饭饱制度可能是台湾现在做, 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 我觉得是第一名, 当然是这样。 但是, 虽然是第一名, 但是我们还是知道说, 它只是一个半官方的机构, 我什么时候可以接触到饭饱呢? 老实讲, 饭饱真正有的资源也是不多, 它就是国家给的一点点钱。 那我过去跟饭饱接触的经验是这个样子, 检察官如果在办案的时候, 他发现这个真的有可能是很严重的被害人, 可是他没有办法跟他沟通。 检察官一个早上排案, 他可能要排五到六件, 有得更忙的十件, 他可能可以给一个被害人二十分钟而已。 他希望你来的时候有律师, 律师可以帮他翻译整理很快速的结案。 我常常会接到饭饱来的, 说你律师可以帮忙。 通常是怎么样? 检察官办到案件, 他没有办法跟被告沟通, 可能他是阴亚人士, 或者是说他没有阴亚, 他就是自私没有那么好, 他可能做粗工, 然后他没有办法很完善地表达他被害的过程。 然后检察官已经受不了了, 那请饭饱找一个律师给他, 来帮他整理。 那所以在现阶段, 饭饱可能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第一个到现场官先, 然后拍一个律师给你, 然后想办法透过地检署给你一些金钱的补助。 可是这毕竟都还是少数, 这毕竟都还是少数。 我曾经有一个当事人是这个样子, 小孩子女生, 然后受性侵害, 然后次数不知道很多次这样, 然后妈妈就很悲伤, 那我们就去找检察官, 然后我们就也顺便, 因为这是经济上面很困难的一个家庭, 然后我们帮他去申请一个, 这个被害者的补偿, 这样子。 那因为被害者补偿的制度里面, 他很重视那个钱, 因为大家钱很少。 所以事实上, 在那个检察事务官跟被害者家属在沟通的时候, 一直在斟酌钱这件事情。 如果你未来有难道赔偿, 可不可以还我们, 那你现在的经济状况怎么样。 那被害者家属其实他不了解政府的资源有限, 那他整个过程当中, 他是觉得他是不断的被侮辱。 所以我作为一个律师, 我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没有那个能力去安抚他。 那事实上我们现在既有的安抚的一个制度是在哪里呢? 是在, 可能还是会被丢到社会局去, 要利用地方的社会局的社工来帮忙。 可是事实上那个角度又完全不同了, 因为社工他的想法是说, 犯罪被害者并不是他核心一定要帮忙的对象, 是其中之一。 所以事实上我们会发现说, 我们国家有这么多的资源, 那我们把资源分配下去的时候, 可能真正到犯罪被害人身上的那个资源会变得很少, 因为每次分配资源的时候角度会不同。 到目前为止真正在意被害者这个角度的资源, 可能就只有这个犯法, 这个财团法人这个部分是专属的。 那你想想看喔, 还好台中有领会学的律师喔, 那事实上还有很多县市他的主导者, 他不一定有法律专业, 那他也不一定有足够的人力, 那你怎么知道哪里有被害者, 你怎么说要出动去帮助。 我普遍的观察下来是发现有很多县市, 事实上他的运作是非常弱的, 所以在很多县市里面有很多被害者, 他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能力可以获得足够的资源的。 后来我还有一个比较好的被害者的律师的经验, 就是洪仲秋案件。 那这个是个很不公平的事情嘛, 因为全国都很关注, 所以检察官跟法官就会特别离遇。 那在里面, 我知道我得到什么特别的领域呢, 就是他检察官会不断的跟你沟通。 可是事实上, 如果你是一个很普通很平盘的被害案件, 你如果想要主动的跟检察官沟通, 除非开庭, 不然你没有任何的机会可以主动接触检察官, 因为地检署里面并没有那一个办法, 会准许一般的检察官去跟被害者直接联系。 通常有那个联系办法是在起诉之后, 在法院进行审判程序的时候, 检察官有一个沟通办法, 可以去跟被害者跟被害者的律师联系。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整套刑事述动制度都还没有以被害者为核心, 来加以照料。 反倒是应该是法务部为了分一点心力去帮忙被害者, 所以发了一点钱去贩保, 然后需要贩保来帮助检察官一起做一些事情。 这样的努力当然是很感谢, 但是是绝对不够的。 我们当然会希望像欧盟这个样子, 可是我其实很想要询问欧盟长官的意见是说, 那这个资源要哪里来, 当我们资源非常有限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达到那样的地步。 那我心里面当然幻想说, 有一天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组织是政府有强而有力的组织, 当知道说有被害者的时候, 他就可以去主动接触, 他就可以主动跟他支持。 我想我们离那一天可能还很远, 可是如果你心里面看到报纸上有一个被害者被杀被害, 然后你很愤怒, 那你的愤怒是转嫁到说, 要叫那个加害者去死的时候, 事实上你的内心就有一股很强大的力量。 那个力量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我希望各位可以善用那个力量去帮助那个被害者, 去帮助那个被害者, 而不是一直想着说要把那个被害者杀掉。 去帮助那个被害者, 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 你可以去给他经济上的帮助, 你可以写封信给他。 那如果其实你不知道被害者在哪里, 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你就转身去找我们台中的饭堡, 因为他至少是他目前最实践的力道。 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去看到被害者要什么, 反倒是看的报纸就是我们叫加害者去死。 事实上我们永远永远都, 我们是帮忙被害者消失的那个帮凶。 当一个被害事件发生的时候, 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是在看加害者。 所有的新闻媒体都会忘记被害者。 他只要拍被害者的眼泪, 然后记者就收工了。 然后再来就一直开被害者, 一直开加害者。 我们不应该做这件事情。 我们不应该让被害者只有一个流泪的角色。 我们应该要把我们要处罚加害者的那个力量拿起来, 然后给被害者更多的支持。 好,那我就简单分享我的想法到这个地方。 然后,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些问题想要询问。 比如说我们刚好听到说, 这个情绪上的帮助跟心理上的帮助, 刚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不一样的帮助。 那对我来讲我分不懂, 那为什么可能可以这个样子。 然后更重要的事情是, 为什么这个指令下去的时候, 各国的资源都不一样。 那指令下去的时候, 在资源有限的状况之下, 那各国如果去筹筹它的裁员去做这些事情。 那在台湾我们好像只有法务部跟这个事情比较有关系。 内政部好像没有很介入这些事情。 那在欧盟的各国里面, 它的机构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想要问的问题。 那或许等一下大家, 作为前面有更多的问题想要询问。 我就不在用大家的时间。 谢谢大家。 好,非常感谢宣计简单二要, 可是又非常的清楚, 对不对? 帮我们稍微分析一下, 还有报告一下刑诉的重点在哪里。 因为我想很多不是念法律的人, 或者不是这个领域的人, 可能都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就会说法律都是保护加害人的。 那我们在访谈被害人家属的过程当中, 的确也有听到这样的声音。 那我觉得这个的确要回归到 我们刑诉设计原本的用意。 好,那么刚才宣议已经先丢了两个问题, 所以我们是不是先请燕尼卡先帮我们回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知名上有关于 一部分有关于 与社匠室的需求 什么作用与社区的需要寻补 主要是与社区的需要 操作用与社区的体力。 感受感受感受是一种各种人物能够助于其他人物 所以这些是一种需要的主持人物 他们不需要必须联系联系 只是听到其他人 帮助他们通过困难的时刻 而且不每個犯罪都不同,不每個犯罪都需要兩者,不每個犯罪都需要抗議,不每個犯罪都需要抗議,更加專業的抗議。 您剛提到心理上的支持跟情緒上的支持不一樣,心理上的協助是針對專業的心理醫生或心理師,他們可以提供心理上的輔導,情緒上的支持不一定需要專業的心理醫生。 他其實是任何人,所有人類可以對另外一個人類所提供的情緒上的支持,每一個受害者的需求都不一樣,不是所有受害者都需要兩者的支持,有些受害者或許他就是需要一個安撫,一個情緒上的安撫,這個其實或許不是我們的社工或是我們的志工,他其實可以即時的提供。 消息都需要深入,是的,也有一點那是有��� głos. 您更加� teor 您推薦會議員,如何市民的結白管和絮 OR 。 您請問您問您,各個以外議員教育會議員會提到支出 won中的社會。 您從不會提到運作合計劃,同時 obra per 會議員會提供搜尋 grass- pre 為了家的保育會議員會提供家庭, 您更有機會影響預izo 的並是,"有NOISE關係。 您說,準備好的管理 � Summa長怎麼是回 deuts C Futurk 的推равля 各 죄송 Professor 。 沒有規定會員國要怎麼樣去達到這樣的目標。 The EU rules say that support services must be confidential and free of charge, general and specialized. 歐盟的規定只是說會員國他們所提供的服務必須要是保密的,而且必須是免費的, 而且必須要提供一般性與特殊性的服務。 它有不同總裁 various舉一定 brid be chapter 1都會和 是要講病的方式且接受在美麗的國家。 例如,我們每週年 vär�伴工作非常重要的支援保障少年 diğer年級。 而且不同於臨時,不管所要來做為非常與大堆的重要故事。 是一個社會不會受到任何支援 這是德國的最大的犯罪組織 每個會員國的方式都不一樣 比如說在荷蘭 他們最大的被害者支持的團體 他們主要的經濟來源就是來自於政府的預算 政府每年會撥一大大的預算給這個團體 讓他去支持被害者 可是在德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被害者支持團體 就是叫白環 可是白環他們並沒有從政府拿到任何的補助 但在大多數的國家 有兩種分別 很常常的經濟支援服務 很常在警署、警署等 都會搭載和組織 那通常這個一般性的對於被害者支持的服務呢 它是在警察局或是在法院裡面都設有 那這樣子的服務通常就是由國家或經費來支持 那也有這個特殊性的支持 那通常這個是由非政府的組織或團體他們來提供 那這個時候他們會或許有一部分的經費是來自於政府 那這些團體他們會去使用專業的協助 比如說清理醫師或者是律師 那他們有很多志工 那其實這裡面的志工很多時候他們的身份 就是他們本身就是受害者或他們是受害者的家屬 是不是開放現場的來賓提問 我們先收三個問題好不好 一、二 還有嗎 趕快舉手時間不多 等一下我們要趕高鐵 三 好三位先發言好不好 然後盡量把你的問題縮短在兩分鐘之內 這樣我們可以有更多的問 我想詢問一下 在那個歐盟的體制之下 是不是有像類似美國 有那個關於性侵犯 然後在從監獄那個出獄之後 必須強制性的那個登記 那所以你在網上面 你可以尋找到他們目前住在什麼地方 好 然後你可以在網上上 依照他們的名字 找到他們那個居住的歷史 我會想問一下 在日本的社會 是有一個類似的系統 像是在美國的社會 在美國的社會 那些事件 需要有限制的 所以我們可以尋找到 在哪裡 他們所居住 在市場或市場 或是居住的 或是居住 他們有的名字,他們的名字,他們的歷史,他們的歷史 他們的歷史,他們的歷史是有關的,他們的歷史 請問他們有關的歷史,請問他們有關的歷史 可以快點發問他們,在歷史上的歷史上的歷史 沒有這樣子的制度 What about individual countries? 那這個就... 他沒有辦法知道說 28國家哪個有哪個沒有 Perhaps Professor and Mr. Meinen could answer for Germany and the UK Yes, if you allow I would like to give an answer from a German view to the question of the colleague 那我可以回答德國方面 Of course It's the question of treatment of sexual offenders and the post-sentence treatment of sexual offenders A very A very important question And He learnt a lot In the last 30 years How to handle with them I think first of all It's really necessary To have a treatment While the sexual offenders are incarcerated The prison system has to think about What they will do with them 那當然性犯罪的治療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 那我們在過去30年也學習了相當多 那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當他們在無刑的時候 就已經在接受治療 It's a little bit of pity That Now a days We are knowing A lot of things How we can Put down the danger Of sexual offenders And there are A lot of Well working treatment programs Which can Use in the prison But which can also Use outside the prisons 那我們現在已經知道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可以來降低性犯罪 性犯罪 性犯罪他們的危險性 那這其實有相當多不同的這個方法 And it's total Contra-productive To do those measures Like it's done in the US That there are files On the internet And all the things Because that isn't the base Where you can do a good treatment In the post sentence stage 那其實像美國這種所謂的這個 你剛剛講的這個登記的這個制度 其實這個是完全反效果 因為這不是一個治療的好的基礎 尤其是在行後的治療 Of course does that not mean That we should say After the inmate has served a sentence Okay go away Bye bye Never will meet you again 那這張不代表說 當這樣的刑犯 我們已經服完他的刑以後 我們就跟他說 Bye bye 好 再也不見了 Of course The government has This has to build up structures For the time after release That the police officers The probation officers And all these institutions Have very narrow contact With the sexual offenders And try to treat them In special programs Which can provide By the probation services Or by NGOs And so Do this challenge For reducing the danger After release 當然政府還是有責任 必須在他服完行後 不管是透過這個假示官 或是透過警察 繼續的跟這個刑犯他 維持一個聯繫的關係 並且讓他繼續的維持他 行後的這個治療的療程 In Berlin for instance We do with very dangerous sexual offenders So called round table Round table Round table Round table And in this round table Take part The police The probation The forensic therapeutic ambulance And other institutions And they do a cross-set of measures So that the inmate For the next three up to five years Is in a very special social control And he has to do special treatment measures 舉例來說 一個他犯下嚴重性犯罪的刑犯 就算他被釋出後 他仍然必須要參加所謂這個原作會議 那原作會議就會有 這個不是警察 有假示官 然後還有這個心理的醫師 或心理的診所 那他們所組成的這樣子 一個這個原作會議 讓他在他被釋放後的三到五年 都還是被密切的被關注 然後讓他繼續接受相關的資料 And you can think about support through electronic monitoring I think that could be a good way to put a release sexual offender under social or under police control And you can manage these electronic monitor in such a way that he isn't allowed to come near to near to the victim you can make such programs and that's not so such a growth that's a great challenge And I think that are measures where you should think about 那當然我們有時候 我們也會用到所謂的電子監視 那也就是主要就是防止這個刑犯 他很多去接近過去的被害者 那這個是我們也是可以做到的 But you have to think about these productive measures and not about the fight on the internet Thank you 其實最主要就是 你必須要想像說 如何有效的去降低這個危險性 而不是只是說好 去公布他的資源 I think the best way to describe the posi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is to say that it's halfway between that in Germany and that in the United States 那我想最容易解釋英國的那個方式就是 它大概是介於德國跟美國之間 那在英國在獄中這些刑犯 他們所接受的這個治療 大概跟德國差不多 但其實在社會上有很多的壓力 是希望他們在這個復安心後 他們跟美國一樣可以把他們給揭露出來 One newspaper,The Daily Mail has run a series of campaigns demanding that all sexual offenders be publicized on the net in the same way as the U.S. 那其中英國有一個小報 一個美日郵報 他就非常努力的要政府 把所有的這個性罪犯的名字 都公布出來在美國那樣子 and this can have terrible effects for example a few years ago they another paper managed to confuse the name and address of a pediatrician with that of a pedophile ok 那這當然 這個可能會有非常可怕的後果 因為在幾年前 另外一個小報 他們公布了一個小兒科醫生的名字 跟地點 可是他們把這個小兒科醫生的名字 跟地點 把他說他是一個驗筒批的罪犯 but leaving aside that extreme example it's perhaps interesting for a philosophy society to reflect on the philosophical differences here 好 那雖然我們如果 就算我們去討論這個 這麼極端的這個案件 我們可以從這個哲學的角度來思考 這兩種不一樣的這個方式 I think that on the German side you deal with a society which lays value on privacy and broadly speaking respects the authority of the state to act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all citizens 那如果我們看德國的歷史 這個他們社會的這個基本價值是 這個尊重每個人的隱私 而且基本上信任政府是基於 這個全國國民的利益而來做事情 in the American tradition freedom of speech is more important than privacy broadly speaking 那在美國的傳統呢 這個言論的自由是高於意思的 and on that basis and Americans deeply distrust the state 那也基於如此 美國的人民他們其實非常不信任政府 on that basis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pass a law which would prevent people from publishing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about for example where peterfiles live 那所以也因為這樣子 在美國很難去通過一個法律去禁止 人們在網路上公布 比如說這些罪犯的信 I personally would tend more strongly to the German position but at least one must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in the underlying thinking 那我個人我是比較偏向這個德國這個模式 但我們還是要理解 為什麼會有兩種不同的這樣子的想法 好 那我們剛才有第二位的朋友 等一下第二位跟第三位圖律師 我們一起問然後再一起回答 好 我有兩個簡單的問題 第一個是說 請問一下在歐盟經驗中 被害人識別這個東西遇到的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那如果以台灣來說 那我們在人口犯人犯的制法 是有非常在法律名文規定被害人識別的一個方式 那性侵或家暴的案件中 也有相關的一個評估程序 很容易做一個被害人識別 可是在其他的案件中 被害人識別 警察不願意做被害人識別 檢察官不願意做被害人識別 所以這個東西會一直往後延 因為他們很怕公親辨識主 或是有二人先告狀的情形 那在沒有辦法做被害人識別下 我們也當然不可能開啟說被害人保護的一個程序 所以我想問你們實際的執行上的經驗是如何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有關於被害人評估的作為一個證據 呈現到法院的一個情形是怎麼樣的一個情形 就是說被害人保護的評估程序 作為一個證據 呈現到法院的情形是如何 簡單來講就是說 像我們在性侵和家暴案件中 我們有被害人的一個評估 那因為這個評估早於法院的審理程序 所以我們法院實際上 我們常常在傳喚這些評估的社工 以及警察等等 來作為一個輔助證據 那我想問一下 在歐盟經驗裡面 是不是也常常會有這種情形發生 然後再來就是說 這樣子的一個頻繁被法院傳喚 因為他們被害人保護評估程序先開啟 而被傳喚的情形會不會拖垮 就是說被害人評估以及保護的一個制度 的能量 謝謝 好 那我們請董律師 說甚麼 ölboom 各位都有一個問題想請問 鋒爺一個問題 不是有關媒體報導的問題 請問東盟這個新頒廳的指定 有沒有針對媒體在報導犯罪事件的一個限制 這個延續到之後 整個判罪事件在審理 偵查審理過程中有沒有這樣的報導 因為其實作為一個刑事辯護律師 其實媒體報導對於被告的 辯護來講也是一道遠認的 就是說他作為辯護律師 我們也非常害怕一個刑事案件 被報導到媒體上 因為我相信法官或是無關 在這樣的一個人民壓力 或者是甚至媒體不盡然真實的報導內 他有可能被污染 所以沒想到受到影響 那最後我想請教在歐盟的這樣的一個指令 有沒有這樣規定 如果沒有 還是留給各國的法院 或者透過命令的方式 來限制你 謝謝 我會想請你回答 我會想請你回答 首先你問一下 你問一下 How do we find out that there are victims ? Indeed, it is challenging also in EUROPE because not all victims reported a crime 但 must be underlined that certain EU rules of victims, certain EU rights, eveningsides of criminal proceedings Even if the crime was not reported, even if the offender has never been found out These are right to information and right to support and assistance 每个人都有这些人的义 我们现在试试与医学和医院 但这就是限制的EU条件 这不是直接执行政策 这些是更加的颜值 EU条件执行政策 但我们邀请国家 到医学中和医院联益,中方的重量让医院得 ад显的支持者 因为非常多他们最初的接触的人 所以他们应该在台上去调查的状态就是他们的住户 和他们的取消区对方式的合理 有很多行動激動的公司 更多的官司 給予警方支援指援 有更多公共知知 在此的公司 如果事情發生 人們就知道 哪個通話要找到 現在 你問一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抱歉 的確在歐洲這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就是說如何去辨識出被害者 可是其實在歐盟法律裡面 它很重要的精神就是 被害者的權力 它是獨立於刑事訴訟的程序之外 也就是說就算沒有跟警察報案 就算沒有刑事訴訟的過程 就算沒有找到加害者 被害者他應有的權力都不可以少 包括他對於資訊的 得到資訊的權力 或者到支持的權力 這個都應該還是繼續有 也因為如此 他們其實歐盟也有跟 許多不同會員國的醫院 或者是一些中心 他們也有相關的合作 去訓練這些醫院的 比如說醫生或者是護士 當他們有發現被害者的時候 而且被害者其實可能是 不希望去向警察當局報案的時候 他們也可以提供這樣子的支持 這樣就 所以有沒有誤解你的問題 沒有 沒有 還是我直接講英文 不用不用 你講中文 他們會在那邊犯 因為我剛剛 不是這樣比較節省實際 因為我剛剛理解你的問題 是說假設他 是被害人識別 不是找出被害人 就是他來的時候 那他到底是被害人還是加害人 對然後你們不曉得 所以你們希望說有一個人去披露他 是不是真的是被害人 對 可是他的回答好像比不是 對 就是這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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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个人感觉她是一个人感觉,她是一个人感觉她是一个人感觉 我真的没有意义到为什么一个人会否则是一个人感觉 当然,有些人感觉,但这些人感觉也被判断在每个人感觉 所以我真的没有意义到为什么一个人感觉不是一个人感觉 一个人感觉是一个人感觉不是一个人感觉 一个很重要的假设就是说,当一个人走进来的时候 他感觉他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我们就要假设他是一个受害者 他其实无法去想像说,为什么会有一个加害者 会走进警察去说他是受害者 那当然是有这种谎暴的可能性 那可是实际上,这种谎暴的可能性 一旦进入这个刑事诉讼里面 是有针对这种谎暴的这个惩罚的机制,这也是存在的 只是他觉得说,这个假设应该是很天性地理的事情 所以,当她或她发布了自己或自己的犯罪 如果一个人叫自己一个犯罪 而问他一个情侣感觉 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事情 从一个犯罪的犯罪 和一个犯罪的犯罪 所以这些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犯罪 和一个人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支持 没有必须在犯罪的犯罪 那当有一个人说,他受害于某个犯罪的时候 他其实并没有这个义务要去举报这个犯罪 或是他没有这个义务要去开死这个刑事诉讼程序 这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事情 如果他还是有权利可以得到这些所有的支持 那当然讲到跟媒体的关系 媒体当然是可以相当重要 也是可以扮演非常正面的角色 因为被害者在很多时候 他们是需要被理解的 可是当然媒体有可能会具有很大的毁灭性 那媒体或许会将被害者工具化 然后造成二次的伤害 或是完全不承受被害者的隐私 那或许有时候这媒体也不是故意的 譬如说我们最近欧洲有受到一些恐怖攻击 那这些恐怖攻击也都是被媒体大量的报导 那这些恐怖攻击的受害者呢 他们其实也有很多的抱怨就是 就是这些媒体他们不断的播放 就是比如说这些恐怖分子射杀人 或射杀被害人的这些影片 然后他们不断的看到这些影片 这也造成他们很大的伤害 那我们现在其实有另外一个立法 就是针对于恐怖行动的受害者 那这一套欧盟承接立法 其实目前在欧盟理事会里面 正在被讨论当中 那在欧盟的被害者受害指定里面 其实也有针对媒体的一个规范 那这个是有关于被害者的隐私 那这有关于被害者的隐私 那这有关于被害者的隐私 那这些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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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隐私 那这些隐私 那它使用了 例子 保障居民的障礙性 更好的方法 這個指令是要求會員國 去鼓勵他們自己的媒體 在針對於被害者的隱私 必須要自我的控制 剛剛的提問 其實就有一個很特別的特色 就是說今天的主題是被害者 可是其實大家對於 加害這件事情其實 也很有興趣 那可是我要講說 如果我們把我們每個人都當成是一個 城市 那事實上所謂的被害跟加害 它是有一個很高的共同性的就是 那個人出了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一定要去幫助他 那剛剛 後面那位前輩有講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他要評估一個 誰才是真正的被害者 所以我會講說這個是一個 出發點的不同 所以才會產生這個問題 比如說檢察官 有一個人來跟檢察官說 我要告訴我要告發 我是被害者 檢察官他因為行事訴訟的第二條 他要有客觀性原則 他要遵守 所以他要很謹慎 他怕冤枉的其他人 那可是事實上 這個是行事訴訟的制度的出發點 他想要客觀 可是就被害者保護這個點 如果人家來跑 跑來跟你講說我被害了 然後你第一件事情 是我質疑你 我們來檢查一下 你到底真的是有沒有被害 那假設他真的是被害人 他一定會更受傷 所以這個完全是出發點的不同 所以才會講說 只要你說你是被害者 我們就都先相信你 那反正到最後這個資源 花在你身上 結果最後發現你騙我 然後會有其他的制裁來對你這樣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對話 剛剛好就是可以透露出 我們現行刑事訴訟法的角度 跟被害者出發的角度 是截然不同的一件事情 這樣子 OK 那我剛剛有稍微可以跟他解釋說 台灣的這個制度是說 就像你剛剛講的 這個檢察官如果有個所謂的被害人 他還跟檢察官舉報一個案子的時候 那檢察官他必須要先公證 然後先去檢視所有的事情 然後才可以決定說他如何 那他說這個在歐盟立法的精神 完全違背歐盟立法的精神 那他說不論如何 一旦一個人他進來 譬如說像檢察官或像警察說 我是一個受害者 那你就從一開始 就要把他當作被害者來對待 那雖然可能你到後來的這個 證據檢視什麼時候 到最後可能會發現他其實 不是被害者 那那個時候你才改變 你對這個人的態度 可是你一開始 就必須要先把他當作是被害者 而不是說我是檢視完了以後 我才來決定你是不是真的被害者 這個是現在這個經常完全不一樣的 我稍微補充一下 據我們所知法國的警察 就是法國的被害者保護 是從他們的警察訓練就開始 他們的職前訓練跟在職訓練 他都會告訴警察說 你要有這個保護被害人的敏感度 那我們也把這個問題 拿去問台灣的警察 就是有參與過這個警察訓練的 他說我們台灣的警察訓練是 你走進來我先把你當嫌疑犯 我不會先把你當被害人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呼應到說 他們講的確那個思維是很大不一樣的 那麼好 你媒體的部分你有要回應嗎 沒有的話我們就要接下來 其實剛剛前輩問的那個媒體的問題 前輩是不是很能耐 沒有回答得很直接 就是是不是需要再追問一下 好 那我們再開放兩個問題 兩位好不好 可以嗎 趕快手舉起來 不要再猶豫了 我有個問題 就是之前在參與組 這我跟蔡老師討論一個問題的時候 我跟蔡秉升老師 不是說 台灣的那個法律不是有什麼漏洞 搞不好三人關在幾年就出來 就會再換怎麼樣 蔡老師就這樣問欸 真的啊 蔡秉升 這錢 蔡秉升 這個問題吧 大概這樣 所以你想要問的是台灣的再犯率嗎 還是 對,反正再犯率啊 因為結果 我問是殺人犯罪 犯罪和犯罪 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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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 或是落差 奇怪 好 那還有沒有其他的朋友 我可不可以回答他的問題 他說 OK This is a question about the re-offending rates because it leaves that Taiwan has a very high re-offending rate and that this is perhaps unsafe for the society and that what about Europe Does Europe have such low re-offending rates that you... 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講多了 要理解到事情了 Anyway OK 那我大概簡單 因為我們剛好今天去台中監獄 那我們今天還有去台中看守所 那剛好跟他們這個 對頂獄長都有這個交流 那他們有跟我們講說 其實他就有舉一個例子給我們 就講說好像有五六十位的重刑犯 然後他們 是不是還是我聽錯 你有記得這個嗎 那他們那個在假 就是假釋後 那其實是只有兩位有在犯 還是德國的 還是德國的 對不起 那是德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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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不好意思 那是德國的 每一个状态 是一批判你的 第一 最tsd Bros 性命中的判写 判写判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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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 不是很高 superbly as when we talk about reoffending rates of total Cathieide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but a reoffending rate...you will not have a small reoffending rate without doing anything 如果您只看了治療在鑼医院, 那是非常重要的, 使用了一段时间, 在免疫情中, 去治疗他好, 但这些事情是不非常有用的, 如果您没有一个计划, 你会做到最后的解释。 我可以与你一个例子。 在2010年, 在德国,在德国, 我们有10非常危险的人, 在我们叫它, 准备的选择。 因为,在德国法法证判断, 加成的立場法的法令, 在德国法法委員会, 判断的东西。 出行判断坏。 这是一个方案。 我們不能做這些事,但我們應該要做這些事 然後我們想想怎麼會這樣做 如果我們只能帶他們去住宅宅宅宅 我們想想這不應該是個好方法 所以我們做了這個模特兒 我提到這些碼頭 我們把所有人都合作 action with these inmates after release and I can tell that nine of these ten didn't commit a serious crime within the next five years one did and we knew that this was the weakest case We were very sure that this would be an inmate who would commit a new crime And the reason therefore was that he was an alcohol addict Alcohol addicted And it wasn't possible to get his problem in a proper way To get a proper solution for this case 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也知道,当他会执行新罪,他会不会在其他社会的社会,他会会做的事在他的社会,在其他社会的酒店。 不是这样的 但我认为 这有个人看法 推荐者 是不仅在高尚 20% 或60% 但这种看法 我认为这种类型的看法可以带到这种类型的看法 在这种类型中的状态中的状态 我认为这种类型的状态 我认为这种类型的状态 我们不应该讨论50%或30%或20% 每个状态都太多了 那是清晰的 但是我们不能够讨论 如果我们谈论这种状态 我大概简单的反应 主要就是讲说 虽然再犯局的确是一个不容易讨论的议题 可是实际上跟他们在狱中的治疗是相当的有关系 甚至在狱后的治疗也是非常的大的关系 我们绝对不能说 好 我们就把人放出去以后 就认为他们不会再犯 那举个例子来讲说 在5年前 柏林的监狱他们必须要释放10位 其实犯过相当重大的罪 主要是因为他们被德国的宪法法庭 还有欧洲人民法庭下令说 一定要释放这10位罪犯 可是他们也知道说 这10个罪犯 其实对社会可能还有一些危险性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从那年开始 他们开始刚刚他讲的 远作会议的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就是不断的去追踪这些放出的罪犯 然后不断的提供他们相关的治疗 那也因为这样子 这10位里面有9位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再犯重大的犯罪 可是的确有一位有在犯一件重大的犯罪 可是他们其实那时候也知道说 这1位的确是最有可能在犯这样重大的犯罪 那他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 是一个有酒精上瘾的情况 大概是这样子 我想请问说 就是在欧盟国家里面有没有 任何那种可以避免被害人 一直重复出庭作证的这种机制 在 tiger并嘞这些提供方的犯罪 所以这张 儿园ện大最练一种 可能身上的верж字 Hyun 必须是在最大限的制裁 不需要任何問題 不需要任何問題 在最大限的制裁 也必须是在最大限的措施 必须是在最大限的制裁 現在,當時提及更多危機 那是,當時發現他們是更多危機 他們必須保護到更多的措施 因此,他们应该只会被一位人认识, 永远是同一位人, 不然是不可能, 但是,他们应该是同一位人, 如果这是一个案子的性格, 他们应该是同一样的性格。 他们应该被保持到最终的 minimum, 在一个舒适的情况下。 当时,他们应该是同一位人, 他们应该不必须要看到他们的犯罪, 他们应该是同一位人员, 如果是孩子,他们应该被拍摄了。 他们应该是同一位女士, 在某些国家, 它开始在娴den,但现在它已经发生在Croatia 很快它将会发生在许多个国家 我们会有孩子的房子 所以孩子们,在犯罪中,进行孩子的房子 也不必要去警察、医院、医院、医院 这当然是对孩子们的特殊 但其他网络的犯罪都可以保护 尤其是许多的许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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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欧盟的法规有规定就是说 受害者他们被询问的次数跟时间 必须要是在最低的限度 还有包括他们受生理的检查 也必须要是最低的限度 通常比如说在询问的时候 应该原则上要一个人 如果是一个人来做这个询问 不应该换人 如果是有关性犯罪相关的话 必须要有同性的人来做这个询问 同时也不可以去问一些无相关的问题 另外就是针对更脆弱的族群 也会有必须要去考量他们需求的不同的方式 比如说他说在瑞典或是在科罗埃西亚 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制度 就是说当被害者是儿童的时候 他们会把被害者他放在一个 类似像是儿童之家或是儿童的物质里面 这个物质就是专门为儿童而设计 所有的相关人包括法官 警察 或者是检察官 他们不是叫儿童去法院 而是这些法官跟检察官他们来到这个儿童之家 或是儿童的这个方式里面 去问这个小孩子 或是去从这小孩子里面得到的资讯 那这个小孩子他可以在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里面 去回答相关的问题 好 因为我们时间真的差不多了 等其实已经超过了 所以我们的讲座必须要在这边结束 那我想我们今天讨论被害者的议题 重点在于说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头 那每个人都很害怕变成被害人 包括支持废除死刑的人 我们很怕死 所以 那所以呢 我们今天为什么谈被害人议题 因为我们也同样希望 我们可以活在一个安全的社会里头 那么我就是引用一下今天早上 那个顾立雄律师 顾立雄委员 他讲的一个东西 他觉得社会安全要从两个方面去做 第一个呢是追究犯罪的成因 你要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个犯罪 为什么这个人要犯罪 那去消灭那个成因 才能消除就是更多的犯罪 那第二个他认为被害人保护 必须要做得很好 为什么 因为 因为食物上我们看到有不少的加害人 他其实原本是被害人 好 那么就是简单的这几点 作为我们的一个结束 然后我想刚才 呃许多朋友提出的一些问题 其实都是环环相扣的 环环相扣 包括变成被害人的就是 你知道吗 接下来的这些程序 或者说我担心这个加害人出狱之后 出狱会再犯 然后他在监索里头的这个教化的问题 以及出狱的种种的一连串 串来串去 其实他都是相关的 那么这也是解释说 为什么要废死联盟 要来讨论这些问题 而不是直接告诉大家说 我要废死 因为这些都是相关的 那如果我今天是站在一个 呃想便宜行事的国家的角色的话 我就会告诉我的人民 死刑是最简单的 因为你看看 刚刚这个欧盟的例子 我还要开圆桌会议 我还要被害人评估 有的没的 刚才有朋友提到 那个人口贩 人口贩运的那个被害人 这个这个机制嘛 那我要讲 因为我之前也做移工跟移民的议题 这个人口贩运被害人的这个 这个辨识辨别 识别 的心态 就是我们的移民署 跟我们的这个 这个政府的心态是 我先把你当协议人 所以为什么很多这个辨识 到最后 你知道吗 他在那边收容那么多 就收容好几个月之后 我就说 啊我决定你还是不是这个犯罪 不是那个被害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呃心态上的改变 跟制度上的改变 就是要互相配合互相搭配的 那真的相信我私心最简单 如果我们还相信说 好我就是要走那个最简单的方式 那我们就继续维持私心吧 那如果说我们希望 可以在我们的社会制度里面 多放一些人性 多一些权力的面向 权力保障的面向 多一些平等的观念的话 那我们可能就是真的要认真的 商脑筋的去想想看 这些制度 这些相关的制度 要怎么去配套 怎么去进行 好 那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的与会 还有感谢宣毅 然后我们欧洲的朋友 还有林律师 谢谢 非常谢谢佳蓁今天帮我们主持这场活动 也帮佳蓁鼓励一下 谢谢 那通常我们在折五要结束之后 我们都要做一些简单的预告 因为今天是礼拜四 所以是哲学悲心 明天就真的是礼拜五了 礼拜五是哲学星期五 平常固定的时间 那明天 明天礼拜五的折五 我们要讨论一个议题 我们 不知道大家最近 有没有看过一部电视剧 郑文棠导演所拍摄的公共电视播 这个灿烂时光 那这部影片呢 是从谈说 台湾过去从228到白色恐怖 有关于转型正义的这个议题 那跟今天其实有点关系 我们在谈被害人 加害者 这些东西的里面 我们看到我们整个国家 更具 更具观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这个国家 在过去的历史当中 有许许多多的被害人 可是我们找不到加害人 那 所以有一些艺术工作者 然后他们把一些重要的议题 把他用这个艺术的形式来呈现 所以有导演就拍摄了这样一个电视剧 可是他在拍摄电视剧的过程 也遭遇到很多的困难 也许是政治上的 那也许是一些我们看到可能 最普遍台湾影视娱乐上的一些政策上的困境 所以明天 今天郑文堂导演会来到我们台中的哲武 跟大家分享说 从他拍摄这个灿烂时光的过程 如何来看待说 台湾的影剧制度 里面要去拍摄历史剧的一个困境 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在台湾要呈现一些历史性的一些戏剧 那这个在从他们的影视工作者的立场 他们可以遭遇到什么样的困境 他明天会来这边跟我们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欢迎明天大家晚上七点半 今天比较早 今天七点 明天晚上七点半 原本的时间七点半 请大家有空的 对这个议题有兴趣 可以持续来想想这边 然后跟我们一起来参与讨论这样子 那最后工商服务 Face年龙出了这本书《隐形的呐喊》 我们后面找我们这位哲武的志工 一本两百块可以找他购买 50块会捐给我们哲武台中 那有兴趣的可以找我们志工购买 谢谢大家